说唱圈再次掀起轩然大波,多位女生指控之名说,唱歌手满舒克传染HPV病毒,事件持续发酵,据悉,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女生在网络平台上发布长文,声称自己在与满舒克交往期间,感染了HPV病毒,并且病情恶化,满舒克本人也承认了问题出在自己身上,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,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震惊和失望。 随着事件的深入,又有三位女生站出来发声,称自己也曾在与满舒克的交往中感染了HPV,该女生通过网络分享了她与说唱一人满舒克的经历,她声称在与她谈恋爱期间,感染了高危HPV,目前正在住院接受手术治疗,而满舒克却毫不负责,这位女星看起来并不算年长,因为她表示只经历过一次恋爱,而且对象正是满舒克,同时,她之前接受过疫苗注射,女星透露,在与满舒克的恋爱时, 高危病毒一直困扰着她,即便使用药物也未见好转,反而加重,医生建议进行手术切除,但满舒克承认,传染责任却在女性检查期间一分前未提供。 更让人心寒的是,手术当天她竟然迟到40分钟,之后匆匆离去,再也没有联系,女星晒出了自己的检查记录,和手术后的纱布,情况看起来令人心生惋惜,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痛苦无助,不敢向家人朋友倾诉。 而男友却始终不见踪影,女主公开了她与男方的聊天记录,男方一直声称会对此负责,然而女生透露她的言行似乎存在矛盾,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女生感到无法采取有效行动,只好在网络上曝光这一事件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